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,吴宗献上小明星大根班透露,20年前借菜头500万元有去无回,菜头在节目上回应还剩400多万元为海青,每次遇到吴宗献都会感到很不好意思,吴宗献说,没有还是无所谓,因为一点点钱。 但是希望,菜头,真正要振作起来,反而关心他最近如何。 菜头笑说,负债快一千万,菜头为红顶一人付出毕生鲜血却惨赔,当时红头半边天,投资上议员打造繁华的表演餐厅,结果政府寄来13次公文,通知要做土地变更,弟弟与团队却没有处理, 导致政府直接拆除餐厅,让菜头损失上亿。 菜头回想人生最低潮时,做什么都很不顺,但是忽然间,观世音菩萨出现了,叫吴宗献。 原来就是在那个时候,吴宗献找他上节目,还借500万让他度过难关。 菜头表示这辈子最感谢的人,就是吴宗献。 菜头,中天提供。